在未来的三天里 我打算和你好好聊一聊读书这件事 今天咱们先从书这件独特的物体说起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算是一个读书人 但是我肯定不算是爱书的人 我觉得那就是盯起来的一打纸 常常在书页上涂抹画线 看完了随手就扔 有了电子书以后 我很少再买纸质书 甚至出门的时候 嫌口袋里塞一本电子书麻烦 将就着在手机上野蛮看 最近才知道这个阅读习惯不科学 一个多月以前 何彩头老师在他的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 叫《纸质书赢了》 介绍一位日本科学家的心境研究 人在面对压力和焦虑的时候 身体会无意识地进行深而长的呼吸 这种深呼吸可以降低我们 在理解事物时候的大脑负担 可是当人在智能手机上阅读的时候 深呼吸会被抑制 变得急促和短暂 这很可能是因为屏幕上的蓝光 通过眼睛而刺激了大脑的多个区域 让我们变得焦虑不安 阅读纸质书就没有这种情况 在对比测试里 人阅读电子文本的理解力也是明显更差的 如此说来 纸质书本身就是阅读理解能力的保证 何彩头说 我作为一名写作者 多年来观察的结果一再让我感知到 人们阅读理解能力的下降 在微博一类的网络媒体上 人们甚至连140个字的内容都无法正确理解 更不用说微信公众号上的长文章 现在看来这种怒火并不见得公平 阅读不是一种单纯而普适的行为 它随着介质媒体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变化 人们并不是不想理解 也不是不尊重作者 只是他们大脑的运行机制 在智能手机上受到了影响 能力下降而并不自知 可能因为我就是在手机上读的这篇文章 到现在也没琢磨清楚 他是真的体谅了那些人 还是换了一个挖苦的姿势 即使没有上述的原因 书籍这个物体也在为我们的生活 制造着特殊的意义 我认识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就是那种真正的爱书之人 古书要看版本 新书要看出版社 买回家以后 他先戴上老花镜 用牛皮纸细细的包上书衣 用毛笔在书籍和封面上写上书名 在非夜上记录 某年某月购于某书店 最后钱上印章 摆进他有明确分类的书架里 我看他做这些事的时候 就像在执行一场宗教仪式 他分明把那间小小的起居室 照管成了一个身体和精神的 共同齐居之地 在我们所处的和之前的文明时代里 读书的人和写书的人都相信 文字是思想的归宿 而书是文字的归宿 我们最深思熟虑的表达 出自于文字形式 而最正式的文字形态 是印刷装丁完成的书籍 这个基本认知至今还没有变 如果它变了 那就像刚才何菜头说的试验所暗示的 人的理解和沟通方式也在变 那会是什么样 不是我能想象了 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如今我们好像得鼓起一点勇气 才能公开的表示 自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我听不少人说 在地铁上左右看看 身边的人都是在刷剧和玩游戏 就不好意思把书从包里拿出来了 所以我今天要郑重的 向你推荐一部纪录片 B站出品的 但是还有书籍 讲的就是那些爱书的人 做书的人的故事 最近刚刚更新完第二集 在2019年的第一季里 讲到了一位图书编辑 他在上下班的地铁上 拍摄了一些读纸书的乘客 多的时候一天能拍到七八个人 他说 有一回看到一位乘客 拿着笔认真的边看书边做笔记 从书页反射出来的白光 似乎能够照亮等趟地铁 他拍过带着马闸上车读书的人 拍过读厚厚的一本自治通线的人 还拍过教孙子读声率启蒙的老人 这个随手拍的相册 在豆瓣上拥有很高的关注度 读书这种独自进行的行为 好像也需要这样一种陪伴关系 我看纪录片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播讲解说词的声音很好听 看弹幕才知道是演员胡歌 我熟悉其中的不少采访对象 能够选择他们 说明纪录片的制作人 真的是一位懂书和爱书的人 第二季的第一集 讲的是图书馆里的人 其中有在南京图书馆 做了60多年的古籍采购 和版本研究的沈谢元老先生 98岁高龄 还每天到馆里来上班 有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的 早地僧馆员顾小军 还有一位从大城市 回到甘孜藏区里 为孩子们建图书馆的僧人久美 我在他们的脸上 想要找到一个答案 读书的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是一个很容易自我感动的问题 而自我感动是靠不住的 起码在旁观者看来很莫名其妙 我在最近的财新周刊上 读到作家杨奎老师的一篇专栏文章 杨奎老师曾经是 非常有影响力的读书编辑 更是第一流的读书人 他最有资格来自破这种自我感动 像什么 不读书的人生没有价值 博览群书 作用书成是人生最美好的事 据说这是读书视频里的标准话术 你看这事多有意思 又多无可奈何 要通过做短视频来劝人读书 杨奎说 读书与人生价值的关系没那么大 读书对人生有很多巨大的好处 但人生价值是作为的 禅宗的六祖会能大字不识几个 虽然可以盯书 但一记录 统共也没读过几本书 几个人好意思说 自己的人生比他更有价值 他列举了一个人生价值中的 十大奢侈之事 可以帮助人把书读明白 我抄下来放在了今天文稿最后 有关博览群书的说法 他也不以为然 他说就思想层面而言 金人不见得就比古人强 古人的学富武车读书破万卷 换成今天书的厚度 也占不满一面墙书架 肯定是不如我刚才说的那位 为自己铸造书城的老先生 他赞成的是 读书的意义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 用读书所得去生活 去关注书背后的人 书背后的生活 我拥护这个说法 要说做日更专栏的遗憾 那就是读书有点太多太杂 我不是在炫耀 而是明确的感觉到 自己成了一堆电子书的公共汽车 查我在得到APP上的电子书阅览记录 一年大概是300本左右 怎么可能都看完了 怎么可能真的消化多少了 我总是在找到某个选题的时候 就搜几本书出来 同时在浏览器上打开 进行对比和摘录 按照何菜楼转述的研究 这种好像明天就要去法院开庭的阅读 是呼吸急促的 稿子写完几天 看过的就几乎全忘光了 绝对谈不上是生活所感 我最向往的是能有一年的时间 反反复复的读几本书 写几篇文章 想清楚几件好像是最简单的事 这就像我们认识越多的人 就越想和某一个人好好地谈一谈 我们再说回到记录片 但是还有书籍里的那些读书人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片子里把国土管员顾小军 称为是国土的NPC 平常的工作是为读者办理手续 杂一解惑 包括回答该怎么扫码 厕所在哪 他在这里工作12年了 之前做过旅游销售和澳洲委场馆管理 因为热爱中西方古典文献研究而进了国土 他说我不觉得自己是工作人员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来读书人 八年以前有人在网上发贴说 国土有一个戴眼镜头发自然卷 三十多岁的图书管理员 居然在读波斯语的书 其实不止波斯语 顾小军在图书馆里自学了古希腊语 拉丁语 阿拉伯语 意大利语 法语等实际种语言 业余从事翻译工作 他不使用任何社交软件 主要的学习资料来自于馆藏书籍和抄写 他可能也不用智能手机 因为在纪录片里一直用的是现金 用他的话来讲 慢的节奏非常有利于思考 顾小军对着屏幕朗读了一段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刻的原文 突然就变得哽咽了 以至于吃声哭哭 道歉说他自己每次读到这一段话 都非常的激动 一个民族 即便他被奴役 只要还掌握着他的语言 就拥有开启监狱的钥匙 弹幕里说这位读书人优雅温柔 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柔软 他如此轻易的 一再的被来自一百多年前的法语故事 感染落泪 是因为拒绝了让心灵坚硬和麻木的东西 才保护下来这种能够轻易落泪的感知能力 读书这种行为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对于心灵 是否能形成这样的保护 这也是人生中的一大奢侈之事 除了柔软 另外一个词可以说是安定 这是我读青年作家 书评人魏小和的新书 不止读书时候的感受 小和读书极多极快 也许是和我同样有没办法的因素 因为他得运营自己定户众多的 读书公号和微博账号 他的魏小和刘玉 被称为是最懂年轻人的读书平台 小和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年轻 像是在校大学生一样 什么才是懂年轻人 我想不见得是追逐时髦的话题和流行语 也不需要取义奉迎 诚恳和真实就足够了 这本书的文案里说 魏小和是年轻一代中迅速走出迷茫的佼佼者 他自己的一番讲述更前和更坦白 他在安徽乡下长大 初二的时候第一次完整的看完了一本书 是《哈里波特语密室》 去县城读高中的时候 因为学校生活别门 大家都是陌生人 开始读书 从青春文学到尼采24史 校门口卖到版书的地摊上 有什么就读什么 他说 读书在我是一场误入歧途 如果不是书 可能还会有别的 只是正好 在你的生命中 出现许多问题和困惑 当你需要答案 而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 书是一种流行的解药 书治疗的是什么 是孤独感 到一定年纪 我发现人是不可交流的 我们的语言非常贫乏 我们自身又常常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 书本不是一棵一棵孤绝的树 一本本书 连成了一片广阔的森林 树与树之间彼此交错 读书帮你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带给你十个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 喜欢读书并不高贵 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 人生趣味的一种选择 读书并不伟大 伟大的是书 他说 在现代社会分工 越来越细化的今天 工作的意义感 已经被稀释殆尽 读书是让我不迷失于 繁复现代生活的定心丸 找到自己的节奏 形成自己 看待这个世界的观念 就不那么容易被时代冲走 他说的这颗定心丸 就是我说的安定 是一个直属于自己的答案 这些答案今后会变化 而每一次变化都会是一重进景 所以伟大的不是书 而是人通过书 所努力寻找的那些东西 以及这种寻找的努力 今天我们先说读书的人 明天再来聊一聊那些做书的人 说一说 他们是怎样完成 能容纳这么多意义的物体 曾经的不关键 我先说 对我来说 昨天是来宣传 我先说 很有趣的 我先说 最后